请扣手 李生向家长行叩拜礼 请奉茶 奉茶家长在帮李生进行加冠 这是由台北市南港区公所与护国九天宫 中华卢道研究协会共同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在至圣先师孔子向前遵循传统儒家古礼 让青年学子了解即将肩负的责任 并在亲友见证下祝福李生长大成人 南港区的成年礼非常特别 是由我们的护国九天宫 跟我们一个中华儒学研究会协助帮我们办理 所以我们几乎都是用儒家的仪式来办理 希望透过这样的仪式 让年轻人了解到自己的成年了 肩上所要负担的责任 然后你看最近大家对于性贫义的注重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年礼 让这些青年能够了解到 对自己对别人的尊重跟理解 那也能够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影响未来 像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孝替新家 所以我们也希望对于他 针对他父母的一些敬重 才理解父母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相信之下也能够将来在社会上 了解到自己其实是沉舟的多少人的期待 能够更加的为社会服务 家长还准备了iPhone手机等传家宝赠送给李生 最后双方相互拥抱 并说出心中对彼此的感谢及祝福 场面温馨感人 参加的家长与李生都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在很多国家其实他都成年里这个仪式 他主要是有这仪式 让小朋友自己能知道说 他是成年他不再是小孩了 他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 或是为他的未来来做一个要有责任感 我就感觉就是走一个过程 就是有那种宣言啊什么的 就是有一种踏入新的旅程的感觉 包括台北市议员李燕秀 陈又成 及南港区多位里长都出席 这场很有意义的成年里活动 也对即将迈入人生崭新阶段的李生给予祝福 他们其实比我们过去辛苦很多 以前有一个技能就可以在成年以后 好好的打拼成家然后生子 现在一个资讯化很快的时代 却比GPT AI 所以我相信成年以后 我们会面对到的挑战会更多 但不要担心 因为这个挑战这样的危机 其实通常都是一个转机 你们在这样的世代有很大的靠山 有父母 有亲朋好友 有你的同学 好好的运用身边的资源 重点一定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不过就是八个字送大家 就是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李生最后走过天丸四福 必宣读成年宣言完成整个仪式 近年来受到少子化及生活形态转变的影响 年轻朋友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也跟以往不同 南港区用所期盼透过温馨浓重的成年礼活动 祝贺青年朋友登大廊 也让他们在这个重要阶段留下美好的记忆 积极迎接下一个美好人生 记者张旗腾 台北报道